在西营矿脉的外面 玩家比较多 所以土匪并没有那么猖獗 毕竟只要他们一出现 就会被玩家集体扑杀 久而久之 这些土匪也学聪明了 专门在人少和偏僻的地方打转 能打一票就是一票 叶茨并不沿着西营矿脉的大路走 而是专门找比较僻静的山路走 这样的话更容易吸引土匪的注意 果不其然 他在偏僻的矿野没有走多少时间 就被一小组土匪给拦住了 为首的是一个长相丑陋的小队长 他双手插腰 望着叶茨哈哈大笑 哈哈怎么样兄弟们 我就说吧 一定会有不知道死亡的傻鸟 闯进我们的包围圈的 看看这不是来了吗 大哥 可是他看起来很不好惹 跟着这个小队长的一个小罗罗 拖着长长的鼻涕 一边吸鼻涕 一边悄悄地打亮着夜侧身下的老四 小队长也发现了老四了 和玩家不一样 作为怪物 他们是很容易就能知道 同样曾经为怪物的老四的基础数据的 所以他也知道老四是个十分不好招惹的家伙 所以他直接抬头看着叶茨 凶巴巴地说 喂 你是配合一点 把值钱的东西放下来 还是想吃点苦头 叶茨浅浅地笑着 莫七师是来找人的 找人 小队长微微一愣 随后大笑起来 他后面跟着的所有的土匪 也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来找人 我们这里可是土匪窝子 你来找谁啊 叶茨就知道 跟这些土匪小混混 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他从包裹里拿出了一个亮晶晶的勋章说 我要找你们的头 哇 那东西好值钱的样子 小罗罗的注意力 立刻被那枚勋章给吸引住了 摩拳擦掌想要去抢 而那个小队长却愣住了 然后大喝一声 你们统统退下 小罗罗们被头头吼了一声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 可是也推到了后面去 小心翼翼的看着叶茨和小队长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队长正色大 你那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小队长虽然丑陋 但是正色的时候 看起来还是有几分威严的 叶茨微微一笑 我从黑泥城来 黑泥城 小队长 眯起了眼睛 他上上下下的打亮着叶茨 而后冷笑 哼哼 我怎么却在你的身上 闻到了一大股 属于红湖城的腐败味道 那又怎么了 我就住在红湖城里 不可以吗 叶茨微笑 那你就是我们的敌人 小队长立刻一招手 一群小罗罗 立刻将叶茨围了个水泄不通 在各个势力之间 其实也有敌对的势力 就好像多兰盗贼会 因为有小分队在各个大城周围驻扎 所以不免跟各个大城之间有过节 他们经常受到城里的NPC的追捕和屠杀 而城里的NPC也经常受到他们的抢劫和杀戮 所以是敌对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些土匪跟作为红湖城居民的叶茨来说 也是敌对的 也无怪乎叶茨一亮出自己的身份 就立刻被团团包围住了 对于这些土匪来说 他才是送上门来的飞扬 不吃干抹净 焚身灭界的话 都不叫对得起自己的身份 可是叶茨却也不着急 他只是笑眯眯的对着那小队长说 我是红湖城的人不假 你们跟红湖城有仇这也不假 可是我们做人做事 总得一桩桩一件件分清楚不是 我今天是给亨尼城城主摸尔办事的 而不是给红湖城办事的 你们却因为我的身份拦着我不让进去 这又何必呢 那不如这样 你们先让我办完 亨尼城的事 然后我们再算红湖城的账 如何 他说的不算快 可是却听得一众小龙龙们晕头转向 就连那个小队长 似乎也被他给说晕了 只是直愣愣的站在那里好一会儿 才糊里糊涂的说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如果我要是因为你是红湖城居民的身份 就阻拦了你 那不是让黑尼城的城主很不痛快 万一让上面知道了 可是吃不完兜着走的 叶茨眯了眯眼睛 自从他接到这个跑腿任务开始 他就在怀疑黑尼城和这股土匪是有勾结的 现在看来更是准确无误了 只是他现在还搞不清楚 到底是摩尔跟这些土匪有勾结 还是那个市长跟这些土匪有勾结 毕竟到了现在 他还是连摩尔的照面都没有见过 所以他无从做出准确的判断 就这样 叶茨就被这一大群的土匪簇拥着 进入了位于西银矿脉深处的土匪窝子 其实你要说这里是土匪窝子 实在也有点言过其实 在这里 在这里 掩然是一个小村落 各种伤人分布得错落有致 男女老少 只不过叶茨看他们的名字都是红色的 而他们看叶茨的名字估计也是红色的 要不是因为自己周围凑拥了这么多人 可能这些人也会要围上来的 谁叫现在 他就是一个纯粹的吸引仇恨的机器呢 很快的 叶子就被带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华丽的屋子里 在屋子里面有一个叫做米拉达的NPC 从他的穿着和气度看起来 这个人就应该是这小股土匪的头子 也正是自己要找的人 老大老大 我逮住了一个红狐城的人 那你还不直接带下去弄死 弄到我这里来做什么 你是越来越不会办事了 米拉达看着叶子厌恶的皱起了眉头 看得出 他们可是对于红狐城的人 深恶痛极到了极点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 可是 小队长有些为难 他看了看叶子 又看了看米拉达 觉得自己现在很像是进入了风箱的老鼠 两头受气呀 可是什么 米拉达有些不耐烦了 他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 放下了手里的正在看着的一本书 等着一双凶巴巴的眼睛看着小队长 似乎十分愤怒 他说 他说他是来给摩尔办事的 摩尔 米拉达微微疑冷 一时间还没有弄明白这个摩尔到底是哪个摩尔 什么摩尔 就是黑尼城的城主摩尔 他还有摩尔的勋章呢 小队长一边说 一边拉着叶子 让他交出了黑尼城市长给他的摩尔的勋章 用来证明自己说的话 一点都没有错 根本就没有在骗人 叶子十分恭敬地 从包裹里将勋章拿了出来 交给了那个小队长 如他所愿 小队长拿到了勋章 立刻冲到了米拉达的面前 向他邀功 老大 你看你看 这果然是摩尼城城主摩尔的勋章吧 虽然我只见过一次 可是我想我是没有记错的 这个世界上 哪里还有比摩尔城主的勋章 更加漂亮的东西 米拉达白了小队长一眼 没有说话 只是将那枚勋章 翻来覆去的看了又看 好业火才确认了他的真伪 这个时候 他才抬起头来看向了叶子 朝着其他小喽喽挥了挥手 让他们退下去 那些小喽喽 鱼管而出之后 米拉达这才缓缓地问道 这个是黑尼城城主给你的 不是 叶子不打算骗这个米拉达 于是实话实说 什么 你刚才居然骗我 那个小队长立刻就跳了起来 拔出了刀就要开始对叶子动手 下去下去 老子在这里问话 什么时候轮到 你在这里多事 米拉达联盟打发了小队长 然后才又仔细地看着叶子 不是城主摸奥给你的 那是 是黑尼城市长给我的 他说是城主交给我的 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说着 他从怀里掏出了那封信 米拉达摇了摇眉毛 接过了信 看了一遍 表情 阴晴不定 叶子其实 很想知道信的内容 而且当时 他也试图拆开过这封信 偷看一下 但是 却被系统告知 这不是写给他的信 他不能随便偷看 这才不了了之 而现在 看见米拉达的表情 叶子也猜不到 这封信上 到底写的是什么 不过 他还是不动声色的 看着米拉达 等着他下达命令 其实这个时候 叶子已经做好了 最坏的打算 如果这个土匪头子 要除掉他的话 他也不介意 在这个地方 打开杀戒 不过 事实上 米拉达并没有让叶子 做出最坏的反应 他只是 扬着眉毛说 信 我已经收到了 可是 我对你这个人 并不放心 虽然你颇受到 木耳的气重 但是这不代表 我就可以相信你 你要知道 你其实 是红湖城的人 而我们和红湖城之间 虽然没有到 不共戴天的仇恨 也是水火 不容的 所以 我无法按照 莫尔的要求 将下面的事情 委托给你做 叶子听着这话 有些诧异的皱眉 不会吧 难道这史诗级的任务 到了这个地方 就彻底的断掉了 那也太坑爹了吧 但是看看 米拉达的样子 似乎 还有话要说下去 于是 他并没有插嘴 继续静静地 等着他说下去 不过 我也不能 博了木耳的面子 所以 如果你能达到 我的条件 我就将 接下来的任务 交给你 果然 NPC都是这样的 就是要用庞大的利益 将玩家一步步地引进 那无法爬出来的深渊 叶子 揶揄地笑一笑 冲着米拉达说 你先将 你的条件说说看 如果你能在 多兰道贼会中的声望 达到敬重的话 我就将 下面的任务 交给你 这是米拉达的话 而叶子接下去 无论在跟他说什么 他都是以一句 你还没有达到要求 来回答 叶子就知道 米拉达的任务 是无法更改的了 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将多兰道贼会的声望 做到尽重 才能来做 下面的任务 而怎么提升 在多兰道贼会中的声望呢 叶子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想 因为出了米拉达的屋子 他就发现 虽然自己和涉鲜土匪的名字 互相看到的还是红色的 但是对方 不会主动地攻击自己了 而在米拉达门口 有一个叫做 约翰的NPC 更是已经变成了黄色 通过和他的对话 叶子很清楚地了解到了 提升多兰道贼会中 声望的途径 那就是 带着土匪们 抢劫玩家 抢劫 红湖城的居民 如果能够杀掉 红湖城的NPC的话 多兰道贼会的声望 就会提升得更快 叶子看着这样的解释 觉得真是太坑爹了 他要是带着土匪 去抢劫玩家 一定是会受到 玩家的围攻的 而要是去抢劫 红湖城居民 或者去杀掉 红湖城的NPC的话 那么 他好不容易 在红湖城达到的声望 绝对会往下掉的 这样一来 如果他要保住 红湖城声望 那么就势必要放弃 做这个史诗级的任务 叶子不甘心呢 可是如果不放弃 这个史诗级的任务 那么 他在红湖城中的声望 一定会受到影响 这样 叶子更加不甘心 左右为难 绝对坑爹 一时半会 叶子也想不到好的办法 于是 只能幸幸的下山去了 回到湖湖城 交了支线任务 接到的后续任务 让叶子觉得 世界上所有倒霉的事情 一定是全部凑到一起来了 因为支线任务的下一步 是要求 打击多兰盗贼会的企业 一百次 而怎么才能打击 多兰盗贼会的企业呢 也是有下面几种途径的 杀掉土匪 捕捉土匪 虐待土匪 叶子站在市政大厅的外面 真想骂娘 这倒是什么任务呀 怎么会这么矛盾呢 其实 这也不能管人家 涉及任务的策划 毕竟 没有人能够想到 接到支线任务 和这个史诗级任务的玩家 是同一个人 不是吗 同时 也没有人会想到 叶子哪个城市不挑 偏偏挑了红湖城 做自己老家对吧 就在叶子对此坑爹之事 大伤脑筋 要怎么解决的时候 他居然收到了一条蜜语 孔子游 你是不是将我 和一路前不向往的事情 告诉黑夜白昼了 蜜语的发布人 是悠悠飞云 虽然不是语音 但是从蚊子上 叶子也可以想象得出 悠悠飞云到底有多愤怒 叶子眯着眼睛想 难道黑夜白昼 将自己的老底给到了 不会吧 他好歹是一个大工会的会长 不会做出这么傲的事情吧 于是 他打开了自己的好友面板 发现黑夜白昼的头像是亮着的 于是直接发了一条文字消息过去 悠悠飞云找我的麻烦 黑夜白昼的消息 立刻就反馈了回来 他找你麻烦 为什么 你觉得呢 黑夜白昼立刻就明白了 叶子在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连连摇头 我可什么都没有透露过 我吃了这么大的哑巴亏 都还没有吭声呢 不会那么懊活的 叶子觉得也是 黑夜白昼要是连这点心思都没有 怎么可能做到今天的位置 想来想去 只能想到是悠悠飞云自己猜的 并不肯定 更何况 按照他话里面的意思 也是不肯定的 所以也没有继续多说 只是点点头 好吧 打扰你了 说完 他刚想挂掉和黑夜白昼的信息 就看见黑夜白昼的信息又跳了进来 对了 废墟城堡的老五 是跳还是跑 虽然废墟城堡的五甲已经产生了 但是 还是有很多大公会 没有打穿这个副本 继续纠结中 比如大唐就是一个 现在的黑夜白昼 就在自己带副本呢 现在正卡在 老五的第二第三阶段那里 正好叶子找他说话 他就立刻顺甘问问叶子 二十万游戏币 叶子也不含糊 直接要了一个价 我里个去 你能不能再狠一点 你一个字要卖我二十万 一趟我的钱是天上白掉下来的 黑夜白昼对于这个势力的女人十分抓狂 啊 那你去问别人好了 叶子才懒得跟他废话 因为悠悠飞云的消息提醒 不停的在闪 弄得很是心烦 他和悠悠飞云不是好友 所以悠悠飞云只能发消息 等等等等 叶借着叶子要挂掉 和叶白昼连忙走拦 开玩笑 这个时候让他跑掉 可能就问不到了 你就告诉我一下得了 我说 那么多人都打过了 你随便问一下 总会有嘴巴不言的 为什么一定要问我 这才是叶子想不通的地方 现在至少有五百个人 打过这个副本呢 难道这五百个人中 就没有一个人嘴巴不言的 他才不相信呢 有 但我买到好几个答案了 都是不对的 我现在对这些信息怕了 还不如直接问问你的了 二十万 叶子还是面不改色的 继续说道 别忘了 上一次你们围攻我的工会 可是让我工会掉了不少东西 要你这个价不算高 行了行了 就二十万 是跳还是跑 黑夜白昼 实在是对叶子没有办法了 最近他也想通了 有些事情还是不要讲感情的好 要是真的讲感情 什么事情都做得更好的话 那就不会出现 悠悠飞云的事情了 想通了这一点 他倒是对于这个势力的公子幽 没有那么多芥蒂了 反而觉得 跟他这样的人好打交道 只要前货到位 就不会出什么纰漏 我出了副本就给你 你快点告诉我一下吧 拜托拜托 趴下 叶子这边跟黑夜白昼说话 那边悠悠飞云又有消息进来 弄得叶子心烦得很 你不会没有让悠悠飞云参加推本吧 我让他带三团四团去了 黑夜白昼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似乎也没有那么紧张了 气定神贤的跟叶子聊天 一点都看不出他是在推副本 其实叶子觉得 他这种心态是最好的 只要大家能齐心推掉就好 无所谓是手杀还是无假 这才是真正的享受游戏 而不是被游戏享受 哼 就冲你让他这么悠闲 我就该管你再要二十万 叶子咬牙切齿 你们自己公会的事情 能不能自己管好 不要来招惹我 黑夜白昼自然知道 叶子为什么这么说 他想了一会儿 才沉沉的说道 你自己想办法打发一下他吧 对于他我自由打算 不好意思了 面对黑夜白昼 这样一个大绿毛龟 叶子还能说什么呢 他只能愤愤的收了线 点开了悠悠飞云的 发过的所有消息 一条一条的看 感谢观看